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R 歡迎來到漫評系的游戲測評時間 相信這款遊戲這幾天各位也體驗的差不多了 那就快來迎接本次的受害 不是說評測對象 永恆靈魂 首先開頭先上結論吧 這款遊戲的養成跟劇情架構上 玩起來可能不會如想像中那麼美好 或者可能編劇那獨特的想法不是很對我的胃口 遊戲開發商是韓國的Nine Ark 發行商為Kakao Games 台灣代理商是其子公司克爾豪 近期比較大的爭議就是在台營運的奧丁 除了外掛多放任不管以外 就是有玩家無辜被鎖帳號 但是原廠不管是代理又裝死 只能說阿門了 畢竟是代理遊戲就只能當次等公民了 又有個代理坦在前面 想怎麼切割你也奈何不了他啊 或許到時候就默默將玩家引向國際服 代理就能攻城身退了 那我們就開始來講這款遊戲的優缺點吧 那各位是想聽優點還是缺點呢 那我們就先從開始 給劇情跳過檔來稍微講講劇情 目前主線只有四張 停在一段慕名發爛刀的結尾中 偶天 生活在某段過去時間軸的男性人類 也就是玩家扮演的主角 被未來方舟中的 白毛人工精靈 梅菲托斯 透過強制召喚 傳送到充滿精靈的伊甸園中 被迫扮演救援者 雖然這邊的救援者 其實我覺得改用救世主會比較貼切一點 而梅菲托斯引用至與福士德傳說相關的文學作品 所以劇情後面也會出現 白毛跟方舟的建造者 福士德博士 主角可以使用全能 召喚並實憶精靈 精靈在遊戲中的設定是技術在遺物的具現化 但並不是每個精靈都知道他代表的遺物是什麼 所以主角必須協助找回起源 Anima 也就是永恆靈魂 精靈原本的力量 也呼應了遊戲的主標 Eversoul 當然這個設定除了片刻抽卡開後宮以外 在劇情中是用來戰勝第五號角的來臨 而第五號角是引用 《新約聖經》中的啟示錄 當末日降臨前 七位天使會分別吹走手中的號筒 而前四位天使 個別對應自然街中的天地的災害 而當第五號角吹響 就是撒旦降臨了 而接著一個跳轉 主角醒過來了 在劇情的開頭 天空中出現了一道傳送門 不斷向外輸出怪物來禍喊伊甸園 這時候主角就展開他的編劇之力 發動術士展開 召喚精靈 我看到動畫演出的時候 差點以為我是在看什麼咒術回戰 而後面主角就是被迫成為領主 想辦法解決前面提到的那個傳送門 展開一邊戰鬥一邊約會的冒險日常 而看似主角好像很重要 但其實在劇情的存在感 非常的微妙 很常在劇情推進中都跟主角無關 都是以旁觀者看後宮們各演各的 但又會突然畫風一轉 尬吹主角好棒棒 想跟主角締結精靈契約什麼的 我真的是看著傻眼又犯困啊 不過每個人對劇情的喜好各有不同 可能你就很喜歡這種 然後被打中 那就恭喜你 找到歸宿了 另外還有一個主打的約會劇情 也是這個遊戲比較注重的部分 每個角色都安排了好幾個階段 這加起來的份量都比主線還多啊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是一個girl game 而在劇情的模式中 故事演示上其實還行 雖然3D建模喔 老實說並不是太好 但美術還是盡可能穿插不同的鏡位 表情跟動作來塑造劇情張力 雖然我覺得目前的故事劇本 是真的有點浪費這演出的水準 那直接進入角色介紹吧 3D的建模品質算一般 服裝線條有點太僵硬 外加這個物理晃動 做的有點太誇張了 而角色遠看的話還好 但近看以後就發現 建模其實挺偷工的 很多都是直接連著皮膚貼素材 而整體渲染起來又有點偏塑膠感 然後其實我蠻希望廠商可以告訴我 怎麼可以辦到明明看上去應該很色的角色 但卻一點都不射 很多角色的胸部都不知道是灌了籤還是充氣 假到不能再假 踢足球是吧 而全部的角色你想射射的時候 在你觸碰進去的時候會有動作反饋 這算是為數不多的亮點吧 但其實全部看下來 讓我覺得最有特色的 並不是那群嚴屬性的史萊姆妹子 反倒是這位無名的亡靈劍客 讓我覺得很特別 先聲明啊 絕對不是我差屁被掰歪什麼的 就只是單純感覺他很有故事可以發揮 但依照目前後宮一大堆 又不是藥角 應該即使到了官府也輪不到他 不過廠商甚至還為他請了配音 這點也是蠻奇妙的 然後養成方面 有個同步器可以塞入其他低等角色 來快速上陣抽到的角色跟配合副本分隊 但這開格子的成本 賊他媽巨坑啊 雖然每天都會送蚊子腿的素材 累積久了還是可以開 但他的開格成本是累進制而非固定的 我就拿另一款人人喊打 而場營運的Niggy來說 他這關卡逐步推進後 最後能免費獲取15格 而到後期就算你靠鑽石來開格子 也絕對足夠 而且都是固定500鑽一格 所以有時候各家營運真的是在比誰更燒 誰更爛 再來看看這個升階系統 看到當下我是直接勸退啊 首先一般能用的角色 是從直卡史詩起跳 其他抽到的都是肥料也不可能當主力 因為在裝備跟技能上就是天生規模 你再有愛也沒有用 所以看下來普通玩家 大概率只不在史詩到傳說這段就差不多了 因為後面要吃同名同階角色 你除非家裡有礦 不然根本撐不住這樣燒 不過如果你是課長的話就請便吧 然後除了比較常規的裝備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精靈遺物 而從這邊你也可以看到每位精靈的本質是什麼 像這個梅達斯之手 就是引用希臘神話以及點石神經的故事 如果你以前有看過迪士尼的動畫 阿拉丁和大道之王 他就是在講這段故事 另外還有像弗拉格拉克 為凱爾特神話中的魔劍 卡莉二配 則為希臘神話的文藝女神 所以他其實每個遺物都是真的有典故的 而遊戲中其實也有簡單的說明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生蛙 而這個遺物講白一點 其實就是角色的專武啦 這點跟黑色五夜草M的設定是一樣的 就必須給指定的角色使用才能開額外的技能 而目前獲取來源只能靠抽取 所以如果想培養生技的話 暫時先別想了 能抽到一個給角色用就萬幸了 再來我們講戰鬥方面 有個陣法可以調整 但在目前PVE的推寬上 我沒有感覺太多的差異 我目前一路就是靠等級碾壓過去 至少目前前期的策略戰比並不高 即使被戰力壓制但傷害懲罰並沒有太明顯 還是可以閉著眼推過去 那再看一下這個角色的爭議 目前明顯是區分惡魔與非惡魔兩類 然後BUFF提升的傷害並不在同個檔次 惡魔是直接加暴力暴傷 然後隔壁是提升體力上限 眾所周知啊 輸出永遠是最強的防禦 所以這邊可以大膽預測 未來就會變成惡魔與天使的天下 也會是官方推角的賣點 那主要戰鬥玩法 就有點類似劍遠征的戰鬥模板 唯一可控點就是加入了大招施放順序 我有稍微測試了幾場 手控介入的話在部分的關卡還是能影響戰局的 然後有個神秘的是 他在競技場中有加入跳過的功能 不過在一般關卡他是不給你跳過的 通常這個照理講不是應該反過來嗎 然後另外這個技能的動畫 真的可以看出來美術很用心的製作 各種經費燃燒啊 這個動畫演出畫面是真的很帥 可惜就是這個播放秒數有點太長了 在一般情況下 玩家都應該是切成短動畫來省時間 那另外給一個小稱讚是 他連普通角色都有技能式放動畫 那老實說這個戰鬥模式本身我是無所謂 畢竟手遊上能開發的花樣都差不多了 真的是很難玩出什麼變化 但戰鬥的體驗流程 真的是非常的坐牢啊 扣除掉開篇有個劇情引導 還算不無聊 而後面就開始變成純粹的推關模式 就是一關接著一關 而關於主線劇情的部分 他會拉到另一個專門的模式去展開 導致在這邊的玩法就變得很單純的放置加戰力對戰 你前進的每一部都只是為了拿獎勵跟增加掛擊獎勵 顯得又臭又長 拿我現在的進度來看 光第五張就有35個小關 然後地圖目前總共有21張 這到底是什麼腦灘的設計啊 你把它濃縮成10張 然後把獎勵跟戰鬥門檻提高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非得分成這麼多場次的戰鬥 然後又毫無變化 不要在還沒養出穩定用戶的情況下 就開始做長期規劃啊 重點請擺在遊戲內容深度 而不是拉長玩家的在線率啊 而遊戲模式還有一個相停式的副本 跟迷宮玩法能稍微增加一點變化性 讓你不會那麼無聊 然後還有個進氣場模式 只能擺位等結果 沒辦法進入操作 這其實跟我以前玩一拳有878項 前期你可以靠角色的特性 防守方只要努力拖過秒數就好 但後面很大概率就會變成 必須要抽人權角色的課金流戰鬥啊 最後就是這個約會用的家園系統 可以在領地閒晃找NPC約會或者送禮物給他 提升好感度 但老實說這個地圖有點大的過頭了 大多都是純白色居多 也沒辦法跟物件交互 然後你還可以出刀攻擊NPC 雖然他不會掉金色傳說就是了 那最後來聊聊課金系統吧 從卡池結合剛剛提到的角色布局 可以窺見未來的強勢角色就是天使與惡魔 因此他的抽卡概率也被調到極低 目前只有兩位 但不意外的話 幾個月後就會瘋狂開個課長買單了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角色 這個胸懷大致的惡魔 胸部真的是被擠到變形了 而目前UPs看來是有保底機制 飛球至少80抽還是能保證出貨的 而飛手除的話 10抽成本約落在960元左右 算比較偏高一點的價格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遺物 每5抽約270元左右 但抽到銅米箱之後 就是給隨機碎片了 如果想畢業的話 這個課金門檻也是蠻高的 其他的課金禮包項目並不算太多 沒搞那種無差別通殺的定價策略 不敢說他很良心 但至少看上去還算舒服 如果想入坑的話 建議當當月卡檔就好了 畢竟那養成成本實在太可怕了 外加每日能獲取的免費鑽石數量 是真的很少 你口袋不夠深的話 千萬別往下跳 那最後還要講一個缺點就是 在開服前幾日的連線品質 真的是爛到有勝了 依照我以前玩月光雕刻室的經驗 這類號稱是台服或者國際服的遊戲 很多時候還是會連到韓國伺服器 後台對接數據 但可能是與伺服器端的優化沒做好 所以導致連線體驗是真的很差 這個Ever Soul 應該改成Ever Connecting 這對一開始的用戶體驗來說 真的很扣分 如果一次兩次的話還算冷冷 但如果經常信的話是真的無法 畢竟保持遊戲的順暢 是真的最基本的基本啊 結論 買單理由千千萬 玩法不行 內容患 作為一款遊戲 能讓用戶願意打開 體驗一把接著一把 相對來說才是成功的 至少對我而言 現階段這款是真的一點都沒有任何吸引力 摳不摳跟福利對我而言 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畢竟開服送一萬抽的垃圾遊戲 還是垃圾 也不會改變它的本質 那我也很想努力享受它的劇情 但老實說是真的不太行啊 這幾天看著玩著 就很想把遊戲滑掉退出 或者放在旁邊當音樂播放器 寧可去無期下跳棋 或者看新翻 不想尬吹這款 HOLSEN多好玩快來玩 就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繼續堅持吧 或許未來的某一天它會改變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個影片 我們下支撲的 我們下支撲的 都是之前在封面